你会不能让人锁的 你那个人死五六年了 你现在 你锁的 他起了钱了 我能锁到吗 这老板你锁到医院 咱这世报局的 这个人死了十六年了 周围说死的人 多留钱了 现在来找 我跟我父亲不在一起住 他说他走两公子 我也不知道 先是一年打的 但是人是一六年死的 他说流水出来的 不是冒陵 而是他们世报局 打签和打错了 打躲了 现在他已经死了五六年了 你现在你再问我 要这个钱 还让我去退这个 两千多块钱 不退也要起诉我 十年前的钱 如今上门来要来了 人都死六年了 你说这波草弱者 你太狠了 有人说欠债还钱 天敬地义 既然人家打错了 就应该还 问题是 党事人都去世六年了 这个事也过去十多年了 之前那么多年 干什么去了 更何况这笔钱不是借的 也不是减的 是社保局工作人员 操作失误造成的 十年前操作失误 早到了今天才想起来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 那咱就不敢多想了 话又说回来了 这是多打了两千块钱 假如要是少打了 那又该怎么办 再说了 钱是打给他父亲 跟儿子有啥关系 有人觉得负债指长 天敬地义 这你又错了 咱们看一下 法律上的相关规定 其实负债指长 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国法律规定 18岁以上的 公民是成年人 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 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 接下来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自己看 更可气的是 还要起诉研究 有起诉的工夫 不妨检讨一下自己的工作 有没有验诊负责 有没有为老百姓办事 别一天跟他扬拉而正